聯合國安理會譴責黎巴嫩星期五發生的兩宗炸彈襲擊 這兩次襲擊造成至少42人死亡500多人受傷 有15個成員的安理會呼籲所有黎巴嫩人 在有人企圖破壞黎巴嫩穩定的時刻維護國家團結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敦促黎巴嫩公民保持克制、堅持團結 支持國家機構尤其是支持安全部隊 星期五的炸彈襲擊發生在黎巴嫩北部港口城市的泥玻璃 其中一枚炸彈在中午祈禱正要結束時在塔瓜清真寺外爆炸 這所清真寺是反對黎巴嫩10月派真主黨激進組織的薩拉菲派教士 拉菲通常祈禱的地方,目前仍不清楚它是否在治內 第二枚汽車炸彈在5分鐘後在的泥玻璃阿爾米納地區的薩拉姆清真寺外爆炸 目前仍未有人聲稱對爆炸事件負責真主黨迅速譴責這兩宗襲擊 戀利 裁節 小明星期 職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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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順 職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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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